端座在手机前聆听上人开示 也工整抄下笔记 全球疫情依旧延烧 海外慈祭之工透过云端随时 非常感恩台湾 有开放这个YouTube的连接 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去随时 因为这个疫情 从买孕到甘孕的过程中里面 去学习新常态 1200条线 同时在云端上 我觉得那个时刻的能量 一定是很凝聚的 我们现在马来西亚在MCO 都不能出门 我觉得那个是最大的学习 借这个随时的因缘 我们是往内在修 此季马来西亚分会 各社区志工利用社交平台 举办了线上随时分享会 志工们彼此交流 听见大家的生命价值 同时也增长自己的会命 上人说大灾交易 非常的重要 上人说 非说不可 非速不可 非推不可 希望这一波的疫情 能够早日结束 上人指的那个是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 一定要有八正道 一定要有正见正思维 一点点都不能让邪见 邪思维引起 因为我们知道三二八合 分享会的最后 宴席岁末祝福的形式 点亮新灯 虔诚祝福 也为新的一年 注入更多爱的能量 大约新闻 知识美之工 马来西亚报导 放下您的手